有这样一部少女漫入选国家动漫精品工程 并且获得中国漫画最高奖项 金龙奖中国漫画大奖 凭借国风登上集音社旗下的漫画杂志 Ultra Jump 在国内外都有一定的反响和知名度 但最近却被指责篡改历史而陷入风口浪尖 本期视频我们要聊的就是 漫画家夏达基于唐朝历史创作的少女像漫画 长歌行 长歌行讲述了玄武门之变后 太子李建成被杀 他的女儿永宁公主李长歌满怀愤恨地逃离皇宫 女扮男装隐姓埋名 只盼有一天能带着兵马杀回长安 为父报仇 长歌系漫画画工精良 中国风浓郁 情节也相当丰富 虽然定位是少女漫画 却有着浓厚的历史和文化根基 有着非凡的气势 可以说是一部不可多得的国漫精品 其作者夏达对于长歌行非常用心 连载近十年 剧情线被拉得非常长 但早先埋下的伏笔 都在后期一点点的收拢了起来 如果一口气看完的话 颇有一种善于欲来风满楼的感觉 非常过瘾 如果不是当年的夏天岛事件的话 长歌行应该会有一个更加完美的收尾 而作为国内少有的大女主漫画 李长歌这个角色的塑造非常充分和立体 她的成长不仅仅是外貌和性格的变化 更多的是对于自己所追求的道德改变 从一个单纯为父报仇的女孩子 成长成为一个奸计天下的金国英雄 她是一个只有文艺作品中才会出现的几乎完美的人 既有女人的思索 又有男人的城府 是一个男女通吃的理想化的人 这样一个女性角色放在现代的国卖市场 显得是那么的特立独行 其他角色的塑造也非常充分 每一个角色都不是非黑即白的 比如杜如慧 刚开始看的时候 你可能会认为她就是大反派 是坏人 但是越往后看 你会发现 她所做的一切都在履行自己的中军之道 对于唐而言 她是尽责尽职的 至少对于那个时代 她是一个优秀的政治家 每一个角色都有各自的闪光点 漫画中许多情节和故事 都要仔细的推敲才能明白 作为一部少女漫 却不乏深度 这是我认为长歌行 除了画风和作者因素外 能脱影而出的原因所在 但在夏达与夏天岛的纠纷之后 长歌行因为版权原因 陷入了无限期停根 渐渐的也就被人们遗忘了 然而近日 长歌行电视剧的制作决定 却又一次的将这部国漫精品推上风口浪尖 某位糖粉亲自写了41页的举报信 将长歌行电视剧告上了广电总局 一时间关于长歌行是否串乱历史的讨论 在微博贴吧和知乎上都闹得沸沸扬扬 争端也从是否应该停止长歌行电视剧的制作 变成了长歌行漫画应不应该被封禁 能闹成这样 我是相当的迷惑的 其实从漫画内容来看 长歌行漫画必然和历史是不相符的 也虚过了一些诸如唐太宗 割让朔州给突厥求和这样那样的情节 不少历史人物 如房玄陵和历史上所描述的形象大相径庭 糖粉们认为这是一种抹黑中国文化 破坏民族根基的行为 但我个人倒是觉得 唯一作品对于历史稍加修饰是无伤大雅的 毕竟长歌行漫画并没有标榜自己 是还原历史的漫画 更不是史书 我们看漫画是为了娱乐 并不是为了学历史 其实长歌行除了部分不符合历史的剧情和设定外 从服饰到建筑 从美术设计到人文习惯 甚至小村庄之类的地名也是有历史根据的 这部漫画极尽全力的去还原了历史 通过长歌行感受到了盛唐文化的魅力 并且喜欢上这个朝代的人应该也不在少数 而且真要论到篡改历史的话 那么市面上那些以历史作为素材根基的小说 漫画游戏 电视剧 没有几步是清白的 甚至名著《三国演义》绝大部分内容也是虚构的 火遍世界的fit就更别说了 亚瑟王根本就不可能是女孩子 金山山一个陈主被奈须蘑菇捧上神坛 也是出于作者个人的喜好 其实没有必要对于一部少女漫画上纲上线 尊重历史没有错 但是为了尊重历史去抹杀艺术创作 就是本末倒置了 当然 对于长歌行的电视剧画 我个人也并不看好 从女主的选角就让人觉得不是很喜欢 不是针对迪丽热巴 而是她的形象实在和我们心目中的李长歌相去甚远 而根据以往国内的慢改电视剧来看 电视剧应该会改的和漫画基本没有什么关系 说白了 只是借着长歌行的标题 拍一部电视剧而已 要不是因为这次事件 我也根本不会去关注 历史粉们所担忧的漫画情节应该也会被修改 甚至时代都有可能会被架空 这些自然都有有关部门去把控 大可不必过分担忧 而对于漫画 还是希望历史粉们高抬贵手 艺术源于生活改编并不意味着胡编 尊重历史并不是用嘴说的 通过自己的行为让历史活起来 也是对于历史的一种尊重 个人以为长歌行的漫画 对于推广盛腾文化是有一定助力的 也难怪现在的漫画很少有历史题材的了 下达在哔哩哔哩漫画上连载的最新作品 布天歌直接架空了历史 可能也是避免再度陷入这样的纠纷 如果以后的历史题材漫画都要束手束脚 那么我们心目中的长歌行 这样有历史和文化根基的作品 很可能再也看不到了 到那时 历史类漫画又该何去何从 最后希望大家可以支持一下 下达的最新作品 布天歌 作为下达再度齐航之作 我在这部漫画中 再次看到了它当年对于长歌行那般的用心 有机会我也会在后续的视频中 专门介绍一下这部作品 这样富有文化内涵的国风漫画 真的应该被更多的人所知晓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在现行的环境下 国漫真的非常不容易 更需要大家的支持和鼓励 那么就从给这期视频三连开始吧 当然如果你实在是要白嫖 那也发条弹幕 正大光明的白嫖吧 这里是卡蜜 我们下期再见